记者简婷与综合报道,台湾每年平均回收45亿之宝特瓶罐,这惊人的回收数量,还不包含被不当丢弃的素费料,但它们除了变成垃圾之外,其实还能变成流行商品,整体改潮换代。 虽然各大品牌使用素费料,海费料,打造潮流形象已不是新闻,但品牌没说的是它们使用多少比例的再生资源,只有台湾FNG世代设计,敢强调用100%回收宝特瓶制成布料,及此让更多的废弃宝特瓶得到再生的机会。 除了消除宝特瓶之外,FNG更与人生百味合作,用市价5倍的价钱收购宝特瓶,向回收按摩收购,直接帮助回收摩提升生活收入,这样社会关怀与环保一提结合的产品,在募资网站上获得网友集资赞助破千万的资金,也让FNG世代设计获得再创其他环保产品的能量。 虽然目前回收在用的量,远不及台湾消耗的宝特瓶速度,帮助回收摩的能力也有限,但也希望及此抛砖引玉,让更多人一边投入绿科技,一边加入社会公益,及此广义怎样能让废物料变成滤金。